此时月上中天 夜空如一块精致的幕布 趁着远处上原宫高高的楼台宫阙 稀疏的星子斜斜散落于檀香木雕的飞檐之上 隔了很远很远 透过树木与层层明射 依稀可见宫墙内高高悬挂的琉璃灯 如梦一般散发着盈盈的光亮 枪炫端起酒杯戳了一口 望向酒馆外 半赏 道 三日后 让屠山天进宫见连 说完便起身准备离开 众人连忙跟了出来 又走到铁铺外 枪炫望了望那关闭着的门窗 脚步慢了慢 此时 以灵消禁 街上空无一人 月光只把几个人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 再慢慢移动着 扫到铁铺那陈旧的木制墙壁上 与槐花婆娑的影子交织重叠在一起 又在渐行渐离 众人以为枪炫会回上元宫 他却慢慢夺到轩辕山的方向 难道这么晚了 他不留宿上元宫 而是要去朝云峰吗 众人亚然 你们就此退下吧 枪炫背着手 似并不打算让众人随行 陛下 这天已是很晚 不如先在上元宫气息 明日在上朝云峰 可好 鱼江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们都各自回府吧 朕想一人走走 枪炫的声音平淡无奇 却无一丝商榷 也不再理会众人 头也不回地往朝云峰而去 四人站在黑区区的街围面面相去 这深更半夜让王上独自上山 似乎有护驾不周之嫌 跟上吧 枪炫以赤裸裸地表达了对他们的嫌弃 散了吧 半晌 鱼江挥了挥手 望着枪炫消失的路口 这座山峰是几代轩原王生息成长的地方 倒确实没有可担心的 他想一个人走 自有一个人的走的理由 就随他吧 枪炫自迁都 纸易城后 就一直住在纸易城的上元宫 几乎很少再回轩原山 上一次 还是在小妖与景城亲时 他陪着小妖一起回来过 爷爷曾问过他一次 什么时候回朝云峰 帮他看一看邪祖娘娘的坟 并带他给邪祖娘娘说几句话 老轩原王多年征战满身基创的身体 当初靠着小妖的调养才得以维持 到如今已是千疮百孔 风烛飘摇 纵然还想回朝云峰看看 已是有心无力 在爷爷问着枪炫的表情里 还有一些没有说下去的话 作为同样登临过权力巅峰的王 没有谁比他更了解枪炫的内心 那些无人可塑的感受 那些看似获得一切 却又无比空无的孤独 他也一一经历过 如今 他已经老了 他的想法不再是一个王的想法 可以随着自己的年老雷若 融入一些久违的情绪 可他也明白 这棒之初的情绪 对一个真正的王来讲 不过是稍纵即逝 微不足道的未来而已 他们或许一生都在需要 却又一生都在舍弃 月亮照着朝云峰上 错落的结石与两旁畜生的陵墓 这景致枪炫一如看了千年 熟悉的仿佛从未离开过 他依然清晰地想起 小妖在哪棵树下蹦跳过 又与自己在哪个山坡追逐完呢 那时候父母还在 奶奶还在 姑姑与姑父也安居于五神山 他与小妖竟然也曾有过那般无忧无虑的时光 夜晚的露水在林间弥漫着 草虫的声音或远又或近 枪炫射击而上 他没有去朝云宫 披着夜色向着半山的木地走去 他走得很慢 也许只有夜晚的黑财 让他有着白天没有的勇气 让他可以像小时候的枪炫那样去见他们 三百年来 只有在这个时候 他可以不是王 可以仅仅只是一个平凡的满心忧愁的少年 枪炫靠着墓碑坐了下来 脚下是浅浅碎碎的野草 他抬头看着风顶的星星 比起在轩辕城里小酒馆看到的 这里的星子更有一种让他熟悉的孤独感 瞧着分外亲切 他的头微微痒着 靠着邪祖娘娘的墓碑 眼前闪过邪祖娘娘临终时的样子 那个时候的他很害怕 小妖牵着他的手站在邪祖床踏前 奶奶已不怎么说得出话来了 只睁着眼 放心不下地看着他们俩 等着他最后对他说 我和小妖都是苦命的孩子 不管世人如何对我们 我们都是彼此最亲的人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都要不离不弃 彼此照顾 想到这些 枪炫笑了笑 那笑容就如搁置了千年的太息 他背对着身后的他们什么也没说 心里却似乎已倾诉了一切 包括这些年的怅然与无助 迎刃与痛苦 以及他从不想放弃的那些他觉得 他们都已一一知道 惊艳 在这里 他任他们钻进他的内心 任他们看破被自己捂住的一切 爹 娘 奶奶 姑姑 叔叔 枪炫用手摸着墓碑上凹凸的自闻 感受着食材在夜风中透出的凉意 欺然一笑道 你们放心吧 我 一定把小妖找回来 以后 永远也不再离开你们 那些墓碑都静默着 只在树木筛漏的微弱光亮中 突兀着不甚分明的暗影 清晨 云雾还隆在山峰的陵墓间 天色只是微微发白 太阳还未从山头显露出来 枪炫人已到了朝云殿 而这时 静安王妃与高兴王都还未起床洗漱 宫人看见突然降临的轩辕王 大惊 急急忙忙跑去偏殿通传 枪炫似乎也并不急于见到高兴王 他夺着步沿着花音小道 一路朝着小妖曾经住的寝宫慢吞吞地走去 刚走到寝宫门前 就看到两个宫壁从屋里提出一个鸟笼 一个点着脚正准备将笼子挂在眼角的凤凰树上 一个拿着石盒往笼中投喂 两个人不经意地瞥见枪炫 一个还以为看错了 另一个已立马攻身行礼 陛下枪炫觉得很奇怪 他不记得小妖曾经喂养过什么鸟 便走了过去 这只鸟笼居然用的是玉山的樱桃木所制 而玉山的阴阳桃木 那是千年罕见的独有神木 万青桃林不及其一二 此数阴阳双生互补不可缺其一 既然这儿有阴木所制的鸟笼 必然就会有另一只阳木所制的鸟笼 枪炫眉头醋了醋 走到龙前便看到了一只通体玄黑 嘴会赤红 赤间长着双层金花羽毛的鸟 正偏着头望着它 枪炫心中一动 眼珠子不易察觉地在眼眶中跳了跳 你们为何把鸟养在王姬寝宫中 那弓碧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对着轩原王 有些紧张 奴 奴碧只知这是王姬的鸟 上网让养在王姬寝宫中 那还有一只呢 枪炫不动声色 语气平静地问道 还有一只没有在这里 养在大王姬那边 弓碧道 枪炫忽然目光一领 力声道 你如何知道另一只养在大王姬那里 两个弓碧看见枪炫突变的神色 吓得瑟瑟发抖 连芒服的饼道 具体的奴碧也不知 奴碧只知道每隔十来年 就会飞一只相同的鸟来 奴碧偶然见王妃 对二王姬说 那是大王姬的鸟 然后 二王姬问王妃 大王姬在哪里 公碧战战兢兢地说 王妃就说 他们也不知道 只有这只鸟隔些年就来送信 二王姬当时听着还很遗憾 你们平身吧 公碧站起身来 偷偷瞧了一眼枪炫 见他神色已恢复如常 不由偷偷媚了一把汗 枪炫没有再进小妖的寝宫 转过身向外走去 一边道 朕并未问过 见过此鸟 你们也从未答过 说完停下脚步转过头 声音平静 多说一字 乱棍打死 奴婢谨记 奴婢不敢 两个公臂下的不知所以 瑟瑟发抖 起身吧 该干嘛就去干嘛 说完 这个突然而至的宣元王 又突然的匆匆离开了 早宴摆在偏殿 或许是高新王后宫 只有静安王妃一人的缘故 这里与紫金宫相比 有着截然不同 空旷与冷清 偌大的殿内摆着三张桌子 工人们陆陆续续 端上了精致的餐点 或许是因为枪炫不期而至的缘故 点心与餐食比平日都多出了一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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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